你最好别在我面前 坐在我面前 师父令我要出手的时候 你就跑不了了 因为我速度很快 一分钟时间就够了 最想念的就是阎吾爷 出去以后找阎吾爷给算 眼前这个男人就是 310国道屠夫李广军 谈笑风声间 嘴里却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 别看他挨小瘦肉 曾经挥舞着大道 一路从西北砍到了内地 在310国道上展开了大屠杀 横跨四省十一市 被害者全都是女性 我的妈我的老 我的脑瓜我的走 跟着暴走里来谈 人人都是嫌疑犯 时间 2006年10月26日 一对小情侣开车 从310国道路过 两人准备稍作休息 把车停在路边 忽然 他们听到旁边的树林里 传来了声音 似乎是女人的求救声 非常微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两人走近看 里面竟然躺着一个 满身是血的女人 幸好还流有一口气 于是两人赶忙报警 受伤女子也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过检查 女子遭受到了 侵犯和严重的殴打 令警方震惊的是 同样性质的案件 在同天早上也发生过 也是在310国道上 死者女性 赤身裸体 躺在血泊中 相比于上一个 女子还是幸运的 至少保住了性命 在短短两个月中 同样的案件 已经发生了六七 经过询问 女孩是国道附近 加油站的一名员工 当天下班时 一个男人开车 停到她面前 这个男人就是李广军 两人先前并不认识 交谈中她就上了车 可是没想到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李广军越开越快 突然开到国道一处 偏僻的小树林里 女孩根本来不及反应 李广军对她实施了侵犯 还有长时间的殴打折磨 无奈之下 她只好装死 才躲过一劫 拼尽全力在树林里求救 警方展开调查 经过核实 李广军当时 已经逃到了三门下 并且曾有过前隔 11月5日 李广军被警方抓捕归案 但是她的反应却让人震惊 犯案原因也让人毛骨悚然 那么她这样做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人称三一零国道屠夫 手持大刀一路从西北砍到内地 期间造成六四四伤 在林进被抓前还在犯案 即便被抓依旧云淡风轻 向狱警讨要香烟 然而作案动机却令人唏嘘 在审讯过程中 李广军如实交代了犯案过程 包括两个月内的六起案件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还要从多年前说起 李广军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妻子小雪年轻漂亮 善于持家 即便她已经身穿囚服 提起小雪还是连连赞叹 其实在这之前 她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因此李广军对小雪是若归宝 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小日子过得非常甜蜜 但是李广军却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那就是爱喝酒 经常喝得五迷三道 小雪也没少因为这是跟她吵架 一次李广军因为酒驾被抓 丢掉了工作 回到家后还继续借酒交仇 喝得酩酊大醉 妻子小雪回来后跟她大吵了一家 在争吵中正好来了地方 是小雪家人打来的 说是父亲重病让她赶紧回去 于是小雪说了喝话 我回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这让李广军非常气愤 小雪回去后她每天浑浑噩噩 继续借酒交仇 突然门铃响了 是新搬来的邻居小杜 小杜腐败貌昧大长腿 一席黑色短裙 瞬间勾起了李广军的贼心 小杜出来倒垃圾 不小心把门返走 想让李广军帮忙想想办法 面对美女的球员 她自然不会推辞 于是借口把小杜骗进家门 小杜也是不断推脱 李广军一下就暴露出了本来面目 对她实施了侵犯 之后小杜报了警 2000年 李广军因强奸罪被判入狱 然而妻子小雪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在她入狱后也回了湖南老家 只留下一纸离婚协议书 令人闻风丧胆的国道屠夫 仅仅因为不满妻子改嫁的人 就满怀怨恨报复社会 从此开启了她的大屠杀之路 到底是人性本善 还是人性本恶 五年后 李广军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 等到她回家时 屋里空空荡荡 在看到离婚协议书后 她立马打电话给小雪 可是小雪在她入狱第二年后就改嫁了 李广军不甘心 她把一切祸根都归结到前妻小雪身上 之后就展开了她疯狂的报复 2006年2月初 她带着一把长刀不远千里跑到湖南 想要当面与小雪对阵 开门的是小雪的姐姐小月 然而 小月对于李广军嗤之以鼻非常不满 并且装不认识她 在李广军多番询问小雪的下落时 小月坚决不说 李广军回想过去的种种 又想到在她服刑期间妻子改嫁 于是愤怒之下 李广军掏出了她30米长的大刀 将小月杀害 在这之后 她彻底破冠破摔 用她的话来说 她已经没有机会了 索性就疯狂的报复 决心用杀人来报复社会 从此 她就沿着310国道 一路从西北杀到那地 期间跨越四省十一市 最开始只是强奸 再后来就变成了奸杀分尸 在她逃到陕西市 曾经向一个老太讨要水喝 老太不仅给了水 还好心留她吃饭 这唤醒了李广军一点点良知 她喝完水后 给老太留下500块钱 经过审判李广军被判枪决 枪决当天她说 看到警察来的那一刻心 终于放下了 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 怎么说吧 从我等中那一刻 我就想过终于解脱了 再也不会动躲西藏了 唉 终于解脱了 情绪是可怕的恶魔 一定要学会控制 不要因为意识冲动 铸成终身大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